臺灣真的不能淪為烏克蘭第二 淪為代理人戰爭 尤其是你跟著美國打這個戰爭 你會害到自己 你真的利益是什麼呢 倩姐你怎麼看 因為倩姐不斷提到了說 川普會把臺灣打扮 成最值錢的旗子去交易臺灣嗎 那中國大陸比較喜歡哪一個對手呢 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呢 另外來看到其實 川普最近談臺灣都沒有好話 第一個他提到習主席是一個出色的人 他說我們臺灣偷了美國的晶片業務 還要收保護費 所以美國的前國安顧問是他的顧問 波頓就說如果川普當選 臺灣真的要非常小心 然後輿論變的是誰 立陶宛的準總理 他說我們之前允許臺灣之名 開設代表處真的是重大的外交錯誤 要尋求跟大陸恢復關係 求中國大陸了 對大家都記得立陶宛 當時忽然之間跟臺灣 有一個特殊的關係的時候 我們就說呢 連我們在臺灣的人都覺得很狐疑 我們跟立陶宛哪裡有關係 對 但是如果你瞭解說 好像像一個圓規一樣 它上面的圓規是美國的頂 然後兩個尖 就是圓規兩個尖 一邊是臺灣一個立陶宛的話 你就明白這個關係 我覺得我們今天在看的一個 新的47任的美國總統 他最重要的應該是大國關係 因為他要全盤的修正 在拜登時期的大國關係 尤其是他要在某一種程度上面 用貿易保護主義跟外交的孤立主義 去成就一個能夠夯實內部的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Maga 那他這兩個前提要素 他做不到的話 他就會繼續的左之右處 讓他被多利分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會關心的 顯然不會是臺灣 因為對他來講就是一個針尖嘛 我們都記得他在排攻比了一下 但是這個跟他要去處理的 大國關係很有關係 因為他現在在東北亞 在拜登留下來的這個世界中間 不但有中國大陸 還有朝鮮 更有俄國 因為他們都已經連動的 在東北亞這個地方 成為美國長期佈局的美日美韓 這兩個重要的軍事同盟 也就是美日韓三角關係的 可能的對手 所以他一定要很快的 解決這個問題 他要讓日本多出點錢 韓國多出點錢 還是小事 中間的戰略平衡是個大事 所以說在那個情況之下 臺灣就是一個 很可以用的一個棋子 因為臺灣是大陸的 核心關切中的核心關切 你如果動了一點 大陸就會有反應 你去動一點韓國 你去動一點日本 大陸還可以有一些戰略容忍 但是你如果真正的動臺灣 我指的動臺灣是 譬如說你有軍事存在 你有其實現在有一部分的軍事存在 然後你有強烈的軍事佈局 或者是你在國際場域上面 對臺灣做出什麼特別的作為 經濟上面做出什麼特別的 對於中國大陸不利 但是相對的在臺灣 有利的這些作為 都很可能讓臺灣成為一個 更漂亮的一個棋子 更值錢的一個棋子 在他處理的大國關係裡面 對他更有用 那麼從這個角度我覺得 我們要仔細去看剛才講的烏克蘭 其實美國是烏克蘭中間的一方 我們說烏克蘭是個代理人戰爭 最後兩邊要談了 談好的是哪兩個在談 不是澤連斯基在談 是美國跟俄國在談 好 所以說那個代理人戰爭 雖然是代理人 但是美國的介入是非常明顯的 我的擔心是 還有另外以色列就沒有那麼明顯 美國是絕對的支持 支持到連地面部隊都可以派去 所以說一個是真正的代理人 雖然沒有表面上沒有地面部隊 但是最後要討論停火的時候 一定是美國跟俄國要講好 那麼在臺灣的狀況下 我覺得我們是比他們 更不如的一個境界 因為他不但不是把我們當代理人 甚至他將來如果去談判 要討論臺灣的時候 不會有臺灣的人會介入 加入 參與 甚至我們的意見 都不一定會在美國的考慮之中 尤其是川普的考慮之中 所以我們的立場是遜於烏克蘭的 今天我們談論烏克蘭的國破家亡 反而伏是一個非常可怕的災難 但若是你把時空背景 拉到了印太地區 尤其是在我們這個第一島鏈 放在直接放在臺灣的話 大家心知肚明 我們既沒有外交關係 又沒有同盟關係 如果美國跟中國大陸 在討論臺灣的時候 他是拿什麼立場來討論臺灣呢 那臺灣到底在這個整個局裡面 難道我們就是一個旁觀的棋子嗎 不論你打扮得多漂亮 你是一個旁觀的棋子的話 那麼你的命運就是 完全不在你的掌握之中 所以如果仔細想完這一盤局的話 臺灣最好的朋友或是最好的策略 一定是要主動的跟中國大陸 尋求一個新的關係 如果沒有辦法建立的話 那將來的命運就是美國 在決定你的命運 而美國現在要決定命運的川普 他是一個百分之百的交易者 對 所以呢 之前布林肯他還講的一個經典名言 你如果不是在餐桌上 你就等著被吃 臺灣不用上這個談判桌 你就等著被人進行了相關的一個處置了 所以我想問一下帥伯伯你怎麼看 因為美國的部分要把臺灣裝扮成很好 很好賣的樣子 有可能是給我們很多武器 讓我們好像對中國大陸怎麼樣 但是真的是對臺灣好嗎 他從我跟老敏打了幾十年交道 他向來就是說 你要加強自己防衛力量 還有一句很難聽的話 救火車不救死人 這個話都對我說過 什麼意思 打仗你自己要打 我可以賣你武器 到現在這個立場沒有變 只是變了一個詞 川普也講了說保護費 保護費怎麼繳 就是買武器 買武器 對 但是你買 從來沒買到像樣的武器 這個是關鍵 所以這個問題 中國大陸看破這個東西 你看中國大陸最近的動態 雙航母在菲律賓演 警告你菲律賓 山東艦又往北邊走 到日本 警告你日本 然後他的洲際飛彈 試射給美國看 我一次就成功 你那民兵飛彈 試射五次四次失敗 都失敗 對不對 因為你號稱 六千多發核子武器 但都是老舊了 五十年前的義勇兵 現在叫民兵 都已經是過期的彈藥 所以你現在又不能有辦法 攔他的超音速飛彈 現在中國大陸的全方防衛姿態 已經完成了 他的東風飛彈 可以從一千五百公里 到四千公里 重塵攔截 你美國的航母進步來了 他的這個防禦態是很明顯 最近又在加強對日本 對菲律賓的威脅 就是說你美國還想利用這些 跳板來干預台灣的事情 所以中國現在的表態是很硬的 那美國現在怎麼 台灣現在陷入什麼困境 民進黨現在的政府 又想搞對稱作戰 又想搞層層 多層層攔截 又想攤岸決戰 你東西裝備又這麼老舊 你到底國防預算 碰到美國叫你加10% 你怎麼加 好不加 加少一點 買什麼東西 那我們以前老舊的武器 所以殘餘價值要怎麼利用 沒有一個完整的概念 還在那裡浪費 改八條潛艇 那個八條潛艇 沒有那個fuel sail的呼吸器 沒隔多少時間 就要出來佛一佛 以前還可以混 因為現在老共的無人機 24小時在台灣周邊繞 你一現身就炸掉了 所以我們買那八條 錢浪費在那裡 真正台灣到現在 國防部也好 顧力熊也好 講不出我們到底是城鎮作戰 非對稱作戰 還是從城攔截 還是攤岸決戰 沒有一個 所以現在民進黨很熱衷的討論 那麼國防預算到底要加多少 我說你戰爭形態不定 那你這個國防投資 需要多少錢你怎麼定呢 那怎麼編呢 連需求都搞不清楚啊 假定你要搞城鎮作戰 在我們軍事家來講 你去學學胡連嘛 當初有很多的福地堡 編成火網 你天上來的 水上來的 我就讓你陷入在火網裡 我們那個動員的民兵 在碉堡裡還有點勇氣 叫他跑到灘岸上 那個炮灰它有戰鬥意志嗎 我們當然金門守下來怎麼守的 完全地下化嘛 那你要走這個 就要做戰場軍營啊 那你現在這個都不做 我跟你講 我們那個M60A3的戰車 出來跑多少公里 就會拋錨的啊 太老了 那你不給它淹體 你在烏克蘭看 鵝桂坦克車上面 都加一個網子啊 對 無人機 我們到現在都不加 你以為我們的A3的天靈蓋 比人家硬嗎 所以我跟你講 備戰的東西 我一樣都沒看到 只看到 你會說潛艇八條預算都要編 又去造海軍 又造艦 當年還可以輸婆啊 你現在往哪裡輸啊 所以這個問題啊 我混了一輩子的軍艦 都看不出現在 我們的國防政策到底是什麼 你總要有一個定性嘛 我主要的是打這個什麼仗 那李啟銘講了一套 前面的缺點我都承認了 問題它解決的方案 要很多遊擊力量 靈活的使用 我說沒有了指揮官 沒有了排連銀長 你那些一鼓一鼓的 到底是穿了名裝 就不見了呢 還是真的可以發揮戰力 所以你要他們發揮戰力 你就要給它蓋掉吧 對不對 也沒看到有訓練 也沒看到戰友訓練 所以我覺得台灣 不是圍在外面的 圍在我們自己啊 對不對 你政治上又要 一個劍地抱美國大腿 川普那個腿是一直在抖 就恨不得把你抖掉 對不對 它不要負擔嘛 它是讓你代價而顧 對不對 對不對 台灣的太極電搬走了 晶片產業 產業鏈搬走了 它的生產製造業有了 台灣的外匯存體 它可以沒收了 台灣在海外投資 它沒收 跟沒收俄羅斯一樣 還跟中國大陸 在額掉一大筆錢 台灣老闆說不定 免掉一戰了 就這樣賣掉了 姐妹們總煩惱臉上細紋 乾燥與暗沉 現在起 跟我一起放心交給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 逆時奇蹟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 逆時奇蹟系列 它添加五種EGF 專門防止肌膚老化 強化皮膚修復 增加西膚 彈性水嫩 輕鬆複平皺紋 換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 逆時奇蹟 國富路 全校精華 精華雙 即刻啟動 動靈密碼 換工作總裁 移apan 指貝